哈囉大家好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平時上學的包包裡面有什麼 上學呢一般會背這種雙肩包 因為呢我會帶課本然後帶iPad 如果背單肩呢真的有點重 那這個包包打開呢 那裡面大概是這樣子的 你說我的東西呢 可以這樣子全部塞在裡面 那我現在就一個一個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當然是 我上課會用iPad來記筆記 其實我用iPad記筆記呢 沒有什麼特殊的 它其實就相當於一個筆記本 用iPad記筆記的話呢 方便我的一些塗蓋 然後換顏色啊等等 然後呢就是我的課本 然後其實上學呢 一般是只用帶一本的 但是呢 通常這一本就是有中文解釋的 這個課本 然後或者是我們的練習冊呢 我都會一起帶我 然後呢這邊會有一個資料夾 我們平時做的一些作業 包括老師上課呢 它會再發一些hand out 然後這是我的鉛筆盒 這個呢也是MUJI的 我就比較喜歡它這一種呢 沒什麼特別的一個設計 兩支螢光筆 這兩支呢是可以插的圓珠筆 然後還有一支呢 這支是插不掉的圓珠筆 以及呢一個MUJI的塗蓋帶 然後這邊呢 其實本來位置是放橡皮的 但是因為我沒有用鉛筆 所以我就這邊會放一個小小的便錢 然後去記一些老實佈置的作業啊 或一些要注意的事項等等 那像平時鏡筆盒呢 如果是一個語法點呢 我就會用橙色highlight起來 然後像是一些無刃時的單詞呢 我就會用黃色highlight起來 然後用這種不可以插的圓珠筆 去寫一下解釋 如果像是做練習冊的話呢 我就會用這種可以插的筆 好那還有一個呢 美容小包包 那這個小包包裡面呢 都是裝一些女生比較常用的東西 這個是我之前買防曬油呢 它送的小制妝 因為我出門之前呢 我經常忘了查防曬 所以呢 我會把這個小制妝呢 放在這個小包包裡面 我忘記的時候呢 也可以補 然後這個是廠家最近寄過來的 一個潤唇膏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不算是因為我是男方人的關係 還是我嘴巴比較厚的關係 哪怕是在春天夏天啊 我都覺得我在韓國的話 我嘴唇會很乾 然後這一個呢 它比較厚一點 非常適合 嘴巴這麼厚的我來塗 我真的覺得很好 因為其他的潤唇膏呢 比較細一點 我會覺得塗起來呢 嗯... 好像我要畫兩下 然後才能塗滿 那像這種這麼厚的話呢 我一次 我就塗完了 那個上嘴的感覺呢 也是比較潤潤的 我有時候睡覺之前呢 也會塗它 然後還有 這個呢也是跟剛剛潤唇膏一起呢 廠家寄過來的護手霜 然後那這個小包包裡面呢 還有我平時的一個卡包 是裝我的學生鎮 這個呢是我的學生鎮 我會故階藤的鎮 都會裝在這個小包包裡面 這個卡包呢 我是都是裝在這個小袋子裡面 平時我有時候 如果不是背雙鍵包 週末可能背單鍵包的話呢 我就整一個這個小包拿去 放在那個單鍵包裡面 然後裡面呢都是一些 旅生出門呢 可能會需要的小物品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呢 也會放一些 牙線 因為我 吃飯的時候 我蠻容易卡到牙齒的 還有 頭髮 橡皮圈 因為夏天蠻熱 有時候真的很熱的時候呢 我就會 扎起來頭髮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小包包 裡面呢 還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繼續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一個 雨傘 韓國最近呢 是長馬 就是雨季 幾乎每天都在下雨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在雨傘初階 我蠻新奇的是 韓國人雖然喜歡穿拖鞋 但是他們好像很少穿人質托 不是廣州人嗎 雨季的話我一定是穿人質托 我走在街上穿人質托 好像只有我一個人 這一個呢 是一個小錢包 然後裡面呢 就是裝一些現金 然後還有一些消費用的一些卡 因為韓幣很多硬幣 所以我會蠻喜歡用這種小包包裝呢 就會比較方便 還有就是 這個我每天早上呢 會自己做咖啡袋去學校 這個杯子呢 它是可以保溫 也可以保冷的 它長得很像那個外帶杯 當然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可以反覆用的 然後這邊呢 是有個東西可以打開 然後這個地方呢 有個口就可以直接喝了 然後你平時用完呢 就這樣扭開 清洗也蠻方便的 然後它避風性還算是蠻好的 暫時是不會漏出來 不過我 因為我有iPad嘛 所以呢 其實如果是上學的話呢 我都還是拿著去上學 然後每次喝完咖啡之後 學校有飲水機嘛 那我就會用這個杯子 然後再裝水喝 還有一個 這個是呢 一件衣服 我比較喜歡戴這件衣服呢 是因為它比較薄 然後呢 它是這種材質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揍啊 會怎麼樣 它就是一件 算是長袖吧 因為有時候空調會很冷 廣州會怕冷 所以呢 會戴一件衣服 然後側邊呢 我就會放紙巾 跟 吃紙巾 喔 韓國好像也會習慣 他們不太習慣 帶這種 呃 或者是那種小包的紙巾 因為餐廳呀 洗手間都有紙巾 所以他們沒有帶紙巾的習慣 但是 我還是會比較習慣帶紙巾 因為我有時候會比較 關在我海關上比較冷准啊 不小心把那個咖啡 弄在自己身上啊 或怎樣 所以 有紙巾在身上 我會比較安心 然後 這裡面呢 還有一個 然後也是裝一些小本子 大家有看 TUSAWALING的影片嗎 很好笑他們 然後這個是寄小本子 的筆 還有一個環保袋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上學的書包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一期 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對語學堂的生活感興趣呢 我也會出一集影片是 關於具體我在語學堂上課的一個情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